是歪的,對不對? 有歪嗎? 多看起來了 實際上,我們在這個時候 記得很多事情 我們一直認為 從此就可以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但是實際上 現實生活中 好像沒有那樣的 那樣的絕對 他智慧會有變化的空間 那這個變化的情形 我們就必須用 生物統計學的觀點來處理 它有一個 一個中心值 它有一個變化的範圍 那我們就必須 透過一次一次的經驗裡面 把這個變化的範圍 來把它做一個 做一個切分 那這個切分呢,不是 我們靠口訣就可以解決了 所以我們在中國 古代的武功裡面就很麻煩 大家都背口訣 背到什麼? 背到,叫做什麼? 著火入魔 那我們就知道 所以很多 中國古代的武功都會失傳 因為非常不重視 一個步驟,一個步驟 一個真實的東西 所以如果碰到一個好的失誤 你才能夠脫胎換骨 如果碰到一個差的失誤就很麻煩 但是我們這樣社會裡面 我們希望的是這樣一個經驗的運作方式 到你這邊你可以流傳的下去 你的體驗的東西可以留下來 變成別人可以依學的依據 這就是西方的科學精神 OK 好 結果這是什麼 那個 藍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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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不信邪的 我最喜歡做這個打圖 很多人都喜歡做這種打圖 西部是做一個歪姿形 歪姿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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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姿形